你现在看到的是A7S3拍摄的S-Log3 16档动态范围素材 如果你开启了HDR就会感受到炽热的铁块 以及奔发出的火星的耀眼光芒 如今大多数人都可以通过手机接触到HDR内容 随着内容平台也开始逐渐支持HDR 这项新技术也对创作者的设备提出了更高要求 因此Pro Display XDR横空出世 XDR与传统显示器面板最大不同 在于其亮度提升到1600尼特的同时 又有着Canvi OLED的黑位 当然XDR并非是静止用户调节 而是把这些功能做到系统内 多XDR屏幕用户就可以更方便完成显示器的功能操作 包括支持快速切换色域、亮度和白点 6K分辨率支持3K逻辑分辨率的200%所放显示 字体渲染清晰锐利 大小我个人觉得稍微小了点 比起主流27寸4K来说 32寸的6K带来更多显示内容 相比之下生产力会更高 原来的XK显示器现在就在左边专门显示资源库 常要实现XDR屏幕外面机的充分利用 最关键的是剪辑HDR视频不再像以前那样 基本只能看明度图配合映射的回放进行参考 而是所见即所得 甚至XDR给了一个叫做500nit Apple Display的参考模式 用于模拟LCD Apple设备的回放表现 6K分辨率的横向像素量 已经达到了A7M32400万像素的水平 即便不对照片进行放大 也能看到更多的细节 包括暗部的动态 当然内容生产工具除了生产之外 也能同样服务于消费 你可以选择白嫖YouTube的HDR视频 比如从Links的视频中 种草中画服尖屏光学取景器的感动 感受HDR下更具真实感的日本各种自然和城市景观 哪怕还是XDR内容 镜面屏看上去也更通透 32寸比27寸的细节表现力也要更高一筹 XDR支持通过转接线连接DP接口 一般支持DSC的显卡就可以单线6K12bit 如果你的显卡支持USB-C的话 官方的雷燕三线来也是可以连接的 进到系统 开启HDR10之后 就会激活P3色域 分区背光和最高亮度 这里可以看到输出是10bit 然后只要你到显卡驱动转一圈 就能开启12bit 当然这只是刚刚开始 6900XT除了能输出6K12bit HDR之外 还能在这个分辨率下拖动Foloda Horizon 4 注意车窗和地面水滩的反射 还有天空的亮度 这就是高分辨率下光线追踪的HDR体验 至于播放Netflix的HDR内容也是不在话下 很显然作为内容创作者 从其他作品中获取经验和灵感是一条必经之路 以及XDR也不是只能接USB-C设备 通过刚才的贝尔金转接线 再搭配一个HDR2.0的主动转换器 就可以接到任意HDR1设备 当然问题就是这个转接线似乎不支持HDR2.0B 所以游戏机和Apple TV只有108MP且无法开启HDR 但是凑合着用还是没问题的 就开未来什么时候 HMI 2.1主动转DP.4DSC的转接线 另外Apple TV 4K也能接 就是封顶2K分辨率 这讲了一圈下来 可能你还是要问 这台价值4万显示器到底好在哪里 最后到底就很简单 Pro Display XDR不管是作为内容消费平台 还是作为生产的工具 它提供的是开箱即用的体验 业界领先的综合性能 不管是消费还是创作 它的体验和性能对得起4万块的价格 所以我觉得 基本上没有必要上教测机测试 首先这玩意儿本身追求的就是开箱即用 真的会三天了头教测的 主要还是印刷和工业设计行业 还有成本更高的电影制作行业 至于前段时间 Apple Pro的Mini LED的HELLO问题 就有些小丑出来大喊翻车 但是谁知道他们用的笔记本 可能对比度1000都不到呢 所以用参数来满足消费行为是最无聊的 看这样的测评我想可能无法让观众意识到产品的好坏 最常见的一点误解就是 Pro Display XDR很热 蓝光LED的发热量很大 所以需要安装Mac Pro的刨丝器散热器外壳 但在我看来 XDR的外壳温度并没有比400尼测屏幕热太多 这堆刨丝器更像是为了避免中间的主板显得凸起 起到协调和Mac Pro的视觉的作用 发热量最大的地方 其实是中间有风扇主动散热的主板 把主板做到背面乃至支架正是很多MAC批评者所希望的 是厚度比一元硬币还要厚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 就要谈到戴尔的U2414H 当时做到了三面超窄边框 被认为是最适合多屏的显示器 同时得益于改进的可旋转支架设计 搭配顶部的窄边框就可以组成垂直双屏 但是用过的都知道 当然1000刀的价格也让这款支架背负了不少骂名 回到iMac的问题 显然iMac不是高端产品 自然不会有垂直屏幕的需求 更不会有垂直双屏的Rare Case 因此下巴就可以接受 另外一个复杂组件就是高压电源板 放在外面就是电源适配器 iMac为了做个更薄 选择把这部分做到外面 但是有多屏需求的Pro Display XDR这样做 就显得不可接受了 下巴另一个考量 就是量身器对环绕声的支持 而如果做到支架就只能听个响 华为MateView这个机关算尽的支架 结果高度只能调节一厘米 而且只有DP1.2 而且仍旧需要外置火牛 这边只能调节一切 最后再评价这个事情 按照 开支架